好了,又到了查博士掛論的第2、3集 第一件事想問博士,你多不多坐飛機? 我不多,我到現在去了100多個國家 因為坐飛機要第一,工作去坐和你去旅行去坐是兩個心境 但如果說普通中性,坐飛機首要最知道坐飛機的位置安全一點 這個真的要知道 好像坐飛機未安全一點,是嗎? 好像坐飛機未安全一點 坐飛機未安全一點 根據我們的常識,應該坐飛機翼位 因為全亞飛機那裡最實正 因為它那個設計的乘坐那兩隻翼 擔起整塊機身 所以那裡的結構很實正 即是你真是說,底下跌下來 機翼會擋化了那些力 結果結果結構那麼力 你又可以沒那麼大件事 但另一類普通常識 就是說,一坐牆機你會很辛苦,很悶 以前那些位置寬一點,舒服一點 現在很多航空公司為了賺多點錢 間到很窄又細 那你怎樣去令那個時間感沒事呢? 這個就是一個學問 通常我個人是很簡單的 我帶兩、三部書 那你上去看一套好的電影 現在坐飛機也有電影看 坐十個、八個小時 那你看一套電影 過來起床一次 沒有東西都要起床的 走路手間好,拼兩下手腳 那你跟著一埋位,最重要是我的心態 一埋位你就立即變成我的心態 我剛才上飛機 沒有前面那一局,立即就剛才上飛機 看不到電影,睡覺,睡一會 或者坐飛機最好 就離開了地心吸力 如果你旁邊沒有人位 你抽起一條病 你就可以打坐在那裡練打坐 最舒服它 你剛才離開了地心吸力 那就好了 練一來五,你就看書 又起床、阿尿 總之一個多小時,要起床、阿尿 每次你都清洗了過去的記憶 當是每一次都是剛剛上飛機 那個心態 我剛剛坐飛機 那你時間就很快過 如果看書就容易過 另外就是說 對那些航空飛機供應的食物 你自己早就要設定 有些什麼介口 有些什麼 自己真的要配合 因為那些空姐 他們應付這麼多人客 都很辛苦 他們是服務行業 還有有些隔壁左右 你最麻煩的是 帶個小蚊子哭 我真是 你去旅行就是 你用什麼方法 靜心 經常提醒自己 人要冷靜一點 很少 你應該是教他 怎樣令小孩子不哭 那就是最好的 按著幾個月位 叫他在背部掃小孩子 有些廢魚 那些小孩子哭 那些地方不舒服 那些氣泡得不舒服 最好就是叫他媽媽 幫他掃背脊 一邊掃 掃多一點 讓他睡覺 這個才是好的解決方法 如果不是 你說機不爆棚的 那你叫空姐 又叫阿姐 幫幫手 就叫他換了坐後面 就是大家都好 你左飛機最麻煩的 另外一邊做 你轉機去 到時會脫歐行李 轉機不轉機 很多人出事 人去了尾站 但是行李在中間站 跟著不知去了哪裏 跟著不知去了哪裏 那裏搞的事情 還有提醒大家 你去那些國家地方 千萬不要得罪人 千萬不要跟人吵架 特別那些在航空上機 你不要學我們以前 六八九 梁振英的老婆 你不就是吵架 成是古靈精怪 龍沙是不是 實在的 你那些行李一過 有人把東西放在那裏 就糟糕 那件事本身也是奇怪 行李出了 所以你叫人出去拿回 你面對行李的時候 人家放了東西下去 然後沒有檢查 整個保障本身 根本是違反了那個 它是很危險的 我這裏過了之後 跟著我一個信息 扔過那邊國家機場 這傢伙有違禁品 你混蛋 是很危險的 真的很危險 不是說實際 你一出來撈死 那些處小 就要很小心 真的要裝傻 不要來不及 尤其是你去某些國家 例如新加坡 印尼 毒品那些 打靶 對 最近有個馬來西亞仔 就是死刑 那個人是智障的 你不是真的 他那些是 第一他們家人不懂得處理 如果真是智障 他懂得在那個地方 怎樣找甚麼人 幫他求情 或者說話 可以的 特別是馬來西亞 很多毛孔 特別是伊斯蘭教的 長老 是說話 因為事實 我救過人 我救過人 他泰國是有收人的錢 但是不知道那些是毒品 是一個朋友的事實 我救過人 因為他泰國打靶 對 泰國打靶 對 馬來西亞打靶 馬來西亞打靶 挺好的 印尼 新加坡處都沒有很嚴 我自己也經歷過 有一個 你問我 是否在泰國那邊的律師 幫忙處理毒品的問題 你不要理他被冤 被冤枉 我一定是說是真的 但這些難度高 要有很多人士的默默 這是另一個漢文 大家坐飛機 有時有很多言語 好像你看到空姐很漂亮 你有沒有打算混合他 大哥 這些高攀尾 為甚麼他高攀尾 你不要這樣說 可遠觀 而不可蝕俗 他那些空姐都會寂寞 空姐最寂寞 會飛來飛去 是吧 但他們是比較簡雜的 香港 據我記憶中 有三幾個地方 是空姐以前那些 他們分開的 港龍國體又一堆 日韓那些又一堆 他們下來了之後 在夜晚又聚會 喝酒和喝水 那時我都很偶然之間 認識了一個空中姐姐 來往一段時間 大家都很開心 到時我問我甚麼事 他問你從明天開始 看到我不要叫我甚麼事 他問我甚麼事 他問我正在混合兒子 多快樂 我祝你好運 我又不收手費 是吧 這個是很開心的 Happy Ending 混合後 一個月後我問他 為甚麼有甚麼收費 我剛才叫他跟我做牙 做了三十多萬 我說 幸好你找到他做 找我做 做牙做三十多萬 有個有錢的男朋友 真的不怕花錢 所以我就說做好運 因為不搶這些東西便貴 大家聽到我們鋪牌這麼久 想說甚麼 那麼簡單 就說你哪個廣泰這件事 那些東西好聽 沒有是非 一定不會被《國安法》告 說這些風花雪月日 你真是 你真是 不怕 告你不到的 是很難告的 我們全部愛國愛黨 是嗎 好 這件事我複簡章複除一下 事緣應該是上個星期 就傳到消息 有人在飛機上面 應該是中國大陸方面的同胞 話說他覺得被人羞辱 羞辱他是甚麼 就是他不懂得說英文 說英文說得不好 但是那個過程本身 我也不太明白 他錄了幾位空姐私底下的講話 這個難度都高 我認真是 Corset 他是一個行彈鐘 但問題是 現在焦點不在被錄音的情況 他們說英文 被空姐取笑 現在上升到逐內歧視 歧視講英文說得不好的大陸狂包 所以這個就引起大陸的小紅書 全面批鬥國泰航公司 我用語都沒有用錯 事件本身是三個空姐 但是現在是上升到整個國泰公司的管理文化 甚至香港人 我也沒有誇張 在香港人心裡看不起大陸同胞 就導致我們現在要這個特首 要非常憤慨地去… 痛憤 痛憤 痛就是痛疾的痛 憤就是憤憤病 因為你很難找到痛憤這個名詞 有些人問我甚麼是痛憤 因為痛疾就痛 痛你咸就疼你 憤憤就是米田公的憤憤 就是叫你碩屎 你只是說了 特首無論端端自己觸從 你中文不懂就學一下吧 超力特首 你打開那本詞典 有沒有痛憤這兩個字呢 他聽見中央的報紙寫出來 《人民報》也叫做痛苦痛憤怒 那叫你痛憤怒 你有甚麼學領懷思 好了 你說完前一後果嗎 沒有 再說完前一後果有沒有說完 即是這個故事的過程 你知道的 到現在還未完 還有後續 因為國泰方面 應該道歉至少三次 四次 四次 有一次要用普通話 但是國內的小紅書同胞 還未收貨 還要想想怎辦 奉在這些涉及中國內地的意識形態 這些問題爭論 如果有官方傳媒出來擦場 就不是普通事 你不見另一宗東西 是吧 《人民日報》 《海外版》 《海外版》有評論 另外一個《新經報》 《新華社》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呢 這個已經開始了三幾年 不過現在比較急躁 但你看到最近這一年來 很多東西聞到文化大革命的落味 我經常說文革2.0 你說2.0 你要拿些東西出來 有具體 人證 現在有具體出現 這個手法就像文化大革命 好了 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是毛澤東創辦的 不是無緣無故搞出來的 一搞文化大革命 這些批鬥的事情 他首先要製造一件事端出來 或者借一件事端 當然是海瑞罷官 要討論 討論討論 討論討論 有個還手出來 就說他 就是不行了 現在他就是這樣 小紅書究竟是否還手 一定是 這個大叔 投訴的大叔 他自己作戴而已 最重要的是 你香港國泰 你沒有一個程序 給這三個空姐表白 內部你都沒有 隨便聽完之後 一面之詞 你可以說 這樣是不肯通的 為甚麼呢 據我知道的小小資料 我又知道不完 靠看新聞 那些人說 有個真的不肯懂中文 不是香港人來的 那個空姐 那個是冤枉王 就是剛才我說的 我自己遇到的那個 那個是真的 你是你 我現在說他那三個 有一個是不懂中文 另外最重要 他不是跟乘客說 他不是當他面說 英文很差 他不是說地毯和被毯 blanket carpet 他說完之後 他們三個人在 私底下 休息間 那些人 英文很差 連地毯和被毯都分不開 分不開 他們 大家私底下 是走路來的 那這個大叔 內地大叔 就很聰明 就找個手機錄了 但錄了這段 他的對象 說的不是說你 我是說地毯和被毯 很多人的英文不同 不是說你 一向都由人核 都不懂得分 你為何認為我會說你 好了 但因為現在 郭太 最重要的 要知道他的背景 是中方 佔很大的股份 這樣變成郭太 現在做CEO 這個是中國人 因為由郭太 由中國人做CEO 一直衰到現在 最早之前那幾個路衰 太古之後 換了一個中國人 那個幾文名 陳南陸 不是 對上一個 對上說 再對上一個 一上場就炒人那個 計算死數 他最快炒人 就見到有業績 省了被 就可以有公職 上去炒人 但現在 中資大粉 但他留下一條美巴 在香港回歸這麼久 唯一 英國人還有主權的地位 在國際上 就是郭太 那個落地權 是郭太代表香港去談的 郭太是香港的航空公司 就以前英國太古 大老闆 變成他在世界各地 跟人們兌換 交換 下機 怎樣收費 停機等收費 航權 航權 他是有權談的 就是他談的 好了 現在中方 跟英國現在又出來 搞這麼多無謂事情 最近 就乘機開他刀 他開刀 就借你事件 炒大他 炒大他 現在我看 遲些的結果 就是 我相信太古會 他會賣出來收一筆很漂亮的錢 是 其實是想你賣完這部分 不不不 他沒有所謂 因為英國人沒有所謂 他會再搞多一點點東西 等你收一筆大錢 即是自然大冬 你大冬 你小千人搞事 他將貨尾就扔倒你 你沒有所謂 所以這件事件 實際 有人擴大到擺在政治層面 也要來打壓你香港人的士氣 你們不懂得說普通話 就很難做了 現在你要尊重你說普通話的人 但他忘記了 如果國泰工會 一問他們公司 或者問你中國大陸 如果那個投訴的人是台灣人 那你怎麼搞呢 如果投訴那個人是新加坡人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怎麼搞呢 有沒有那麼賣力呢 小紅書 那你明白嗎 不不不 現在你可以找一個台灣人 上去國泰坐 然後再投訴給你小紅書 看他怎麼搞 這個世界很簡單 貌友就是貌輸 捱就有捱署 好了 到現在最簡單 你應該的那三個夥記 或者他國泰工會 是有權保障他員工的公平 為何你沒有給他一個解釋 而且為何你沒有證明他跟人客說 我談時不一定會說他 最近很多人的英文都不太熟 沒有貶義的 所以是要爭取的 要爭取的 我們支持 而且這個不是香港人的空姐 是冤枉的 你不應該叫他辭職 如果要追究責任 郭泰這個CO要下台 首先他下台 你失職 雙方也不一樣 你現在的問題 要陪葬 是的 我說要切腹自殺 又不需要 要陪葬 這個是福建仔 但是郭泰其實為何不預早 姓林甚麼 林兆波 這些是福建仔 但我不明白 郭泰應該預早會遇到這件事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不止一次 譬如空姐被大陸的乘客 好像有一次潑水 為何不換了那些 那些說普通話的大陸的空中小姐 全部換掉就可以了 現在沒有逐來其事的問題 到其事就… 你會說普通話 難道可以不潑水嗎 是的 你會說普通話 還要搏多一點 是吧 這個很簡單 你對付這些刁民 你就要跟共產黨學 真的 既然你一國兩制 現在他想玩一國一制 那你就學足一國一制 拿回中國內地的個案 在航空機上 應付這些刁民 他們用甚麼手法 打到飛起 你這個五佳一連行 你都掃了下去 沒有人能坐 你見不見到中航有人投訴 聽過沒有 南方航空也聽過沒有 那你就學習 你們香港人又不懂得學習 學習 他們有些很刁鑽 他們說上機前 扔一個銀子 那個銀子裡面都試過 那你就有它扔 你就學他們的處理手法 陪人家破產經驗要坐牢 坐十年八年 正式破壞國家安全 你們香港人 我不當自己是香港人 因為你們香港人 是不會處理這些事情的 你遇到中國的同胞 你要尊重他 這是第一 你不可以歧視他 就算你遇到一個問卡拉的遊客 你都不可以歧視他 他買了一張機票坐上來 你就是人客 你是禮貌的 但如果你遇到刁民 你就不需要客氣 你一定有一套很完整的手法 對付刁民 他們是求貨的 他們估計大陸的時刻 就抱著一個小孩 機器還未穩定時 就抱去廁所 這件事裏面有提及過這些例子 所以我相信 跳到小孩又如何 為何抱去廁所又如何 不是 他說機器起飛時要扣安全帶 但他們不聽指示 抱著小孩要去廁所 很多時候大家知道 上機下機的時候 take off和起飛時 大家都要坐在位置 他們就說很多時候 這些聲音都不聽指示 這件事一定有 你亦有很多方法去處理 很多方法去處理 因為如果你的機長 和航機上的班長 有權執行 你可以強制性 很大權力 等於你在船上 船長最大權力 在機上機長執行任何 拘禁、法例 或者打電報回來 下機點 就扣留他去罰錢 試過 譬如香港有個歌手 鄭忠基 在機上做了一些被指擾亂行為 機長就兜了東西 他覺得有權力 他有權力 事後沒事 他不用權力 但是剛才博士說這些 如果小紅書的人聽過之後 不適合 就走來圍攻你 起你底 你怎麼搞呢 現在泰國的 我想起底 我想起底 我底 你一按Coco 就有了 是吧 什麼時候吊王毅 什麼時候罵你這個混蛋 什麼時候罵你中央領導人 不用你說 但是我起你底 你就會混蛋了 你起我底 你吹我不唱 我起你底 你凡是你的單位裡面 一定有人會混蛋 我一定會害到你雞毛鴨血 我幫你升官就升不了 不是大口氣 害你那群鴨血 鋼部不升官 我問名在中國 是人都知道的 因為郭先生幫你升官 一定不行 他害你那群鴨血 不升官就一定行 我問名在大陸 我公開多人背脊 但我公開幫人升官 我這個鋼部做得事 一個星期就升了 這是世界各國的影響力 世界各國的影響力 夠膽出來聲大大 罵國外交部 因為這樣多年都未害怕 那當然有一點背景 這些人都能看到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批評國家 是他們不應該錯的 外交部犯錯 特別是國家的內政 就算現在你做一個大堂聖意 走出來 是不應該錯的 你是不應該令我們習大主席出醜 是很容易丟架的 你破壞我們祖國大帝的形象 現在習士王朝 知不知 窮到沒有糧出 銀行擠堤 都可以擺到長大龍鳳 你這麼容易嗎 常海普通銀行的人 扣薪、減薪 俄南四年沒有薪金出入教師 賣了報紙 不是那麼容易 是嗎 我們要諒解 因為我們中國的民族專員很重要 因為我們中國人歷來 都是最要面子 你看我們民間 逢是住洗市區、住牧的人 擺走最要緊張的結婚 這是一種自卑感的問題 有錢人結婚擺酒 沒有那麼緊張 他們借錢借成 曹西莊 孤瀝清雲 賺錢是我的牆 越窮 就越需要表面風光 是嗎 但我們說回這個 雙龍書的問題 現在看上去 如果不止國泰 其他的這些企業都動手 或者那些商店都下來 給一些網紅影客 歧視大陸人 那些香港人怎麼搞呢 你說它是製造事端 不需要理它 但你追蹤自己 是不應該有壽視感的 即是你做到足 那你就多加兩部錄影機 是吧 影響整個過程 即是我們不應該製造社會矛盾 當然是有人有計劃在香港搞分化 製造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這個是要小心的 這個重要 這個重要 我們看的跡象 是有人開始搞這些的 因為你的特首不會跳出來 我又覺得奇怪 他又不需要這樣高調 就是你的特首跳得出來 一定有指引 即是他上面有我打落 但你的特首 你都沒有看清楚內容去脈 嗯 隨便跳出來 嗯 因為有人他沒有命令 他看到《人民日報》買 是啊 因為《人民日報》在中國內地 差不多欠報 是 所以他一見他收到《豐華人民報》買 發爛罩 他便怕要撿輸 是啊 那便可以萬婆踩車 是吧 但還有一個比較隱蔽一點 空股國體當年是江家的錢 嗯 知不知 嗯 所以大家不妨要多看幾方面 那這個去到政治鬥爭層面 現在中國在政治鬥爭 嗯 沒有一人 這個是我們澤先生公開說的 要鬥爭 謹於鬥爭 富於鬥爭 勇於鬥爭 鬥爭到仆街為止 那你一定要打醒誠精神 玩鬥爭 所以就要很小心 現在這些 譬如說企業的資金 來自哪個方向的 是啊 要醒目的這些事情 不是啊 所以你在這些亂世 你就是去生存 都是一種技巧 和一種哲學來的 嗯 這是一個 但是如果你 你就考一下 你功夫技巧 嗯 你現在你看那個世界 你就很好笑的 因為他 上帝要你滅亡 當然要你瘋狂 是吧 善咒來的 嗯 都挺過癮的 但現在國太公會發表了 就看他們有沒有跟進 嗯 沒有跟進的 有些朋友聽到的 就提醒他們 嗯 嗯 我覺得公平很重要 嗯 嗯 香港 如果你 香港政府 中國政府 想香港再上路 能夠再融入回國際社會 公平很重要 每一件事處理都要公平 那你便捉回那個 投訴的人物出來 是吧 公諸於世 是吧 將所有事情 有一個清白 你不搞到這麼擴大 就不用做的 一笑自知 既然間你搞到要國家層面的單位 出來的喇叭桶 是吧 那你特首便整個小組委員會 徹查 徹查 是呀 最好的 徹查便把資料都召集出來 接著我 你國泰炒錯人 請回他 很難 如果要炒 就炒自己 炒自己 最好的 燒到的總裁是最好的 先炒自己 因為你制定指引不清晰 是呀 是吧 另一宗新聞有甚麼 當然是共享器官 現在又是上升到話 又是要特首李家超出來說話 他是說到有人破壞他的制度 官鎮器官的制度 不止 還要破壞這個 血濃於水和國內同胞的 很簡單 你說到這麼高尚 每個這麼偉大愛國 那你就在自願情況之下 我們都很希望多些外國同胞 血濃於水 你將你香港所有建制派的官員 那些議員 那些人大政權中 我簽了說是捐贈器官 公布出來 公布了嗎 有傳媒昨天問過 有沒有公布 沒有 那就是 有這麼多託人 如果你沒有做以身作則 你做得簡單 你逢是香港涉及 這些矛盾 最簡單 問回左仔 你們這麼愛國 幾來捐過錢 幾來資助中國 現在這些捐贈器官 你甚麼時候 誰登記過 勇於登記 如果未登記 麻煩你現在登記 或者叫你兒女登記 那你才有發言權 沒有 那你叫我登記 托冷 對吧 我也想著移民 你還叫我登記 登一條毛嗎 那現在不是登記的問題 是說登記的人 現在取消 那個是另外的 那個是因為 他那時候 我們根據他的歷史 是2007年、2009年 彭定康時代 搞了一壇這樣的事情 2007年不是彭定康 2008年那時候 不是 1997年之前 那時候 是搞了一壇事情 呼籲那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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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些小孩子 叫我們耶穌愛心 基督文化愛心 很偉大 怎樣怎樣 每個簽一張卡登記 到現在大過了 聽見現在說 要將我的腎 或者某個器官移植回去 不知哪個人用 或者那個用的人 是貪官的 我便不開心 那這不是傳說 你現在的世界 說現在兩地互換 我怎知道你換給誰 是嗎 他們有這種介題 我們在市場問過 我們都幫忙 打過幾個電話 問過那些人 我怎知道回去換給誰 或者我不回去換 或者有人知道我的器官 是可以換的 我回到去 有人載我 那些人倒了 我便換了器官 他當作一個生意來做 中國那些 現在是生意來的 賣得的 很大生意的 這個是公開的 因為在中國是公開 是有外國人來付錢 你想移植器官 給了錢之後 就等排期的 他是合法的 有合法 有不合法 但就不要冤枉中國 那麼多 如果 據我所知道 不合法的 不是在中國做的多 在旁邊還有柬埔寨 那些是緬甸邊境的 那些 特別在柬埔寨 有一間醫院 就請了中國有幾個高手去做 他們那裡有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但中國比較容易做 他多死囚 多死囚 他給了一些錢 他家人 你反正打巴 你賣完 就給你一些錢 你安家費 很多人簽名 這是一個公開秘密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快手 用的東西 是在柬埔寨 那裡 你給了錢 接著就載你過去 接著就幫你做手術 立即有 那裡最快的 但我不明白 而這器官 大家都要配合 你是不是隨便做 不不不 他有了專家醫生 拿了所有的東西 搜尋出來 那你便知道我自己的資料 他便在搜尋 但你去到 很多種類型都有 即是他已經整定了很多 一個資料搜尋 一個大的基地 真是很恐怖 但最早就預早通知一聲 什麼營物更加方便 他們是很貴的 不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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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移植器官 但如果想說世界上移植器官 最厲害的 就是在古巴 真的好像為師利那些小說 換頭也可以 不是開玩笑 不是開玩笑 全世界最多 畸形怪狀 如可以成功成就的醫生 就是在古巴 因為當年加斯特羅 開放了這個市場 說我要訓練世界上 最多專家醫生出來的 就是在古巴 所以那裡完全沒有限制 因為現在在自由世界 做很多手術 有很多規限 法律的限制 做得不行 道德的限制 輿論的限制 在Cuba不用 在烏克蘭以前也有 但不及古巴很厲害 因為古巴高手多 俄羅斯也有 是沒有限制的 因為他都採理王不夠 你又不敢敢去問他 好像現在國內大陸也是 你怎麼問不到 說有沒有病毒 是不是他 他說不是就不是的 這樣簡單 因為當年烏克蘭 我現在說是十幾年前 他做過的鋼細胞 在我們長春那邊 已經跟解放間合作 一個實現基地 是合法的 是合法的 當時有人帶團去華人那邊做的 香港 他在東三省 在長春 已經跟解放間合作 是合法的 是公開收錢的 不貴的 但未成熟 始終未成熟的 那些經驗 等於現在 我現在的牙齒要製 我都等到現在 就是日本人 七年前公佈了 說他們已經實現了 透過鋼細胞 可以牙再生出來 但到現在不行 因為生出來 不是跟隨你原本的位置 是結構的位置 怎麼生 所以還在技術上 是控制不到的 所以大家 這些移植器官 你有愛心 有一個社會成員需要的 你要登記 就無妨 但我覺得你登記的過程 應該要到民政處 看著你簽名 就不在網上 因為梁美芬出來 我們梁美芬 借議員 尊貴的議員 這隻蝦帽 就跳過出來 就說 她從來沒有登記過 說她是捐器官 但她上網搜尋到 有她的名字 所以她跳出來 燒到她 那她不應該抗拒這件事 究竟有多少人 會這樣 被人家 把你的名字上去 大家都值得 香港政府要跟進 其實我覺得她這個制度 是不可以的 你要登記 一定要去民政司處 當面全都擔心 你明白嗎 在網上 有很多漏洞 有人拿了新人證 拿了什麼 上去亂教 是嗎 這是危險的 這是不公道的 因為涉及人權 人生安全的問題 但現在的說法 不是這個力絕關鍵 而是說 反過來說 登記了一些 那些沒有登記的 就走到網上那邊取消 對 她害怕有人亂登記了她的名字 對 她害怕 她害怕有這個漏洞 你先說前因 你現在只說後果 所以政府 應該重新登記 有登記的保留 如果重新登記 麻煩你去民政司處登記 填章坊 還有一些小禮物送給你 是 鼓勵 但很奇怪 在外國 歐美國家 超過一半人口都有登記 但這個會否涉及到 華人的傳統 你對身體 大家希望保留傳屍 有這個觀念 但這個要經過很多時間的努力 慢慢慢慢去改變 需要 但我們現在也有一個新的突破 很多豬的器官 人體可以用到 試過豬心 對 很多 所以這個社會 還有很多 是經過透過3D的打印 都做到出來 希望將來也解決這個問題 自由世界各式其式 但是你這個喜倌移植 我想大家應該有共識 就是出於自願 就不要說 沒得強迫 好像她死了之後 還要家人同意 不是說你登記了就行 即是說你臨終的時候 還要你最親的人 都要同意 她還有一個 還有一套防火牆 是的 但如果沒有親人 沒有性 在外國甚麼都找不到 那怎麼辦 那個又是另一個 去到微細的話 就另一個話題 但應該 你們要支持特首超 他都想做好事 我去贊成 超哥 麻煩你呼籲一下 所有的公務員 愛國愛港的人士 建制派的兄弟姊妹 各個帶頭去享用 是的 就不要譴責 你帶頭你自己做 捐贈器官 捐贈器官 是的 最好是與身作則 是的 最好是那些中聯版駐港的 各個帶頭出來 有一件事 趁著言之前文博士 肉袍團有個橋段 就說 是否央生沿著幾條蛇細 就換一條馬那隻 那隻 那條東西下去 不行 地心吸力 那些演戲就可以 你有甚麼大炮燒 甚麼好東西 拍得出來 不關他的事 是他拍的 肉袍團 我拍的 我拍的 打幾個 幾個 鑽 水蛇出雲牆 還有那個 那個 針氏就有了 以前有個人 就去到那些酒吧 有個人 就 以為自己很難斑斃 進門口 你夠不夠資格 年輕人 那條短褲動 動動 就看到他穿了頭 就讓你進去 但他又不是 你未夠資格 看門那個黑鬼 他問為甚麼 他抽到長褲 我到這裏 可以在這裏 學會 他會笑死你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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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 走來獻醜 是吧 挺好笑 所有的世界 千奇百怪 現在香港 你還有欺笑怒罵 你不是這樣 怎麼生存 不 你不開心生存 你就躲在山上 想保聯子食齋 保聯子食齋閉關 百多元 一日 在保聯子隔壁的店 那些小店 可以給你 事宿 早上看逢王山 逢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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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南宿 就收了股票 在新聞上看過 就是這個小女孩很拼命的 脫青了 和是大陸女孩 他們那種鬥志很強 不幸運 但是後來賺錢 就給了股票 就當成片酬 燃燒雲散 但這個我們是不評價 因為他愚蠢 因為他撞到一些人厲害 大小不良 這麼厲害 你有甚麼計算 你撞到大小不良 結果是 應該如此 是吧 我們這次就結束 我們下次再回來 合該如此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